過去幾天美國的市場其實繃緊在等待一個美國非農業的就業報告 結果公布出來雖然有上升 但是增幅地域預期 可是失業率則是有所下降 即使如此 我們看到高科技股還是在崩跌 所以我們下了一個標題 美國是迎來新的股災 還只是進行修正 特別是AI股又大崩跌 我們來看周五的美國股市 周五的美國股市分別跌幅1.01% Nexus就跌了2.55% S&P跌幅1.73% 一整中下來分別跌幅2.93% Nexus大跌了5.77% 主要是受到NVIDIA的影響 標普跌幅4.25% 在本周美元指數預期 九月份的時候會降息 美元下降了0.51% 黃金期貨下降了0.12% AI概念股還是一個最主要的 特別是NVIDIA 人們說它完全主導了每股的所有的走向 NVIDIA本周大跌了13.86% AMD跌幅9.57% Supermicro跌幅11.71% Microsoft跌幅3.7% Apple by Google大跌了7.86% 接著我們來看本周半導體股價 本周半導體股價裡頭也受到了AI的影響 燃料的價格只剩下一股18.89% 大跌了14.29% 台積電大跌了8.67% 這是台積電在美國的ADR 三星電子的GDR也跌幅了高達8.84% 所以半導體其實相當地受到AI的影響 尤其是台積電 它大概佔它的整個產能接近五成左右 而我們來看一下它到底是一個美國的股災 還是一個修正主要來看本益比 本益比如果一大跌是正常 二就偏高 三就是過高 就是估值過高 我們經常所說的 NVIDIA目前為止 它的NVIDIA的本益比仍然即使跌幅這麼大 還是高達48.28% 所以本周它跌了13.86% MD它的本益比是159.94% 本周它跌幅9.57% 台積電它的本益比是27.76% 在這一次的跌幅之前 它是30以上 所以這一次跌完了以後 它的本益比還是27.76% 仍然是偏高 本周跌幅8.67% Apple的本益比也高達了33.66% 所以本周跌幅3.57% Amazon本益比是40.81% 所以跌幅3.98% Alphabet本益比是比較低的 21.86% 但是受到了AI的影響 本周它仍然大跌了7.86% Tesla的本益比高達59.03% 本周跌幅1.58% Intel本益比是78.71% 難以置信 然後它本周跌幅是14.29% 三星電子本益比是比較穩定的 只有16.58% 本周受到AI影響 它仍然大跌了8.84% 所以看起來的確是因為本益比過高 另外有些的確是受到了AI泡沫化的一些一定的影響 來看一下其他的股票 像Bank of America 我們來看一下BOA Bank of America它的本益比是13.60% 本周它是跌幅4.88% JP Morgan的話呢 本周跌幅5.49% 它的本益比就是正常的11.85% 所以現在大家都回來買全產股票 然後Berkshire Hathaway 本益比是14.60% 本周跌幅3.47% Pfizer本益比是15.61% 本周跌幅1.55% 整體來講這個部分的跌幅 遠比前面我們所看到的本益比很高的跌幅 都來的小很多 其次來看中概股 大多數的幾家投資銀行都開始告訴大家 他們對中概股呢 從中信作為下調 也就是說認為他們並不認為會推薦中概股 比亞迪本周下跌1.66% 騰訊控股雖然一個非常受歡迎的遊戲 仍然下跌2.25% 阿里巴巴下跌2.59% 而拼多多過去被認為可以跟阿里巴巴一拼的 本周也下跌了2.92% 在本周的雅股 我們來看一下是否是一個全球性的股災 日經指數下跌了5.84% 韓國綜合指數下跌了4.86% 台灣家庭指數下跌了3.74% 其次我們看香港恒生股市下跌了3.03% 印度呢是表現最好的 只下跌了1.43% 另外新加坡海峽指數很厲害 在全球股災裡頭它還上升了0.34% 待會兒回到我們現在世界財經週報 我們要特別專訪楊宁超 我們要看香港恒生股災